我这多少天没洗头了 痒死我了 嗯 一股头油味 恶心死我了 我听你说我才恶心呢 你说你让我吃饭 不让我吃饭了 不就是头痒吗 我这发你股头皮屑吧 你哪有眼睛 知道了 那是没用 怎么了 他嫌的头脏 说没法洗 刀了来刀了去的 你说弄得我这饭都吃不下去了 阿姨没事没事 你先吃 吃吃 妈 你先吃 吃完了我给你洗 你给我洗 不行 我不要 那不洗就不洗 哎呀 你这个头确实没法看过 别吓我这不挺好的吗 就是有点痒 我吓唬你干什么呀 你自个看 好家伙都冒油打柳了 你再看你那肩膀头子上 全是雪花片 哎呦 你别说了 说得我都难看死了我 哎呀 不就洗个头吗 十分八分的事就完了 医生不让我下地 不让我随便动 谁让你下地了 你就坐这儿我给你洗 洗完了再给你吹个风 多舒服 你行吗 什么叫行妈呀 你把你妈这儿去了 你行 嗯 来来来 试试水温 哎呀 啊 水温 行 可以 好 我呢 晒给你揉揉 完了之后呢 我再给你上货 上货 洗发露 不发紫 哦哦哦哦 我得让我们这浑小子去看看 啊 我得让我们这浑小子去看看 啊 看我这多孝愁 这回来 那不是儿子的 怎么这么好啊 谁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 你看 这不是现成的呢 人家呢还不是儿子呢 是女婿 是啊 这一个女婿呀 板儿 哎 你看了 她这女婿 比那一个板的儿子还强呢 就是 就是 怎么了她说 没什么 说你有福气呢 找了个好老公 怎么呀 滑点儿子啊 哎呦 彻底舒服了 嗯 走呗 妈 妈 谢谢 这是干什么 送你的呀 你看 花瓶子都买了 我给你借点水去啊 你不是一直嫌 我没给你买花吗 妈 那个 清清说你喜欢康耐心 前两天到花店 去了几回都没买成 买花用得着上花店 我们菜场门口 有个人骑车买花 又新鲜又便宜 不能乱花钱 这怎么的是乱花钱呢 只要你喜欢 我们就使劲儿花 花很理花 是吧 看看 喜不喜欢 清清 谢谢你 你妈说谢谢你了 不是 一家人说什么谢 真是 求这一家的多好啊 女婿给洗头 女儿给带买花 这回你高兴了吧 高兴 高兴 我都快疯了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头我这么好啊 又黑又亮的 我要是有你这么好的头发啊 我也当宝贝似的 好吗 那当然了 不瞒你说 我这头发啊 我每次到理发店 人家都说我的发质好 年轻人都赶不上 你也赶不上我 那你怎么保养的 保养 什么保养 天生的 谁说天生的呀 我妈是吃我老公 做的胶原蛋白 才成这样的 什么叫胶原蛋白 这么管用 是吧 尤斌 什么是胶原蛋白呀 尤斌为了你 都快丢饭晚了 你还不帮我他呀 快点 你们进来进来进来 进来 我给你们说道说道啊 你们知道 为什么老年人 皮肤不好 头发不好 就是因为我们体内 缺乏一种蛋白 这个蛋白 就叫胶原蛋白 我要点胶原蛋白粉 我不用碎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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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别别别 别着急 一个一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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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五个 好 那个 你 这 这 咱到这边 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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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行啊 我们大做生意 我把他拉进去了 我那家集中生智 高级跳墙吗 你呢 那你本人不错啊 是 是 又兵 难为你了 陪着我们俩看这个电影 还不能把声音开大 没事 当成本片看呗 挺好看的 是 这黑白片挺好看的 不过今天 我真的感谢你们俩 要是为你们俩 我这个月的计划 就完不成了 谢什么呀 以前我记得那么多事 也没跟你说过谢 我帮你 可不是为了谢个啊 知道 好了 你们俩有必要吗 谢来谢去的 这种老电影啊 现在电影院里 是看不着了 晴晴 你小的时候啊 我和你爸爸 经常带着你 去看电影 去逛街 你是人小鬼当 自己一累 一步想走路了 哇哇地哭 都不明白怎么意思 你爸爸知道呀 他跑到前面 往地上一蹲 你啪就哭到他背上 我这人啊 大小这么聪明 是 咱们街对过那个电影院 门口有个卖花的小姑娘 每次我们去看电影 你爸就会买一只康乃鲜 我爸已经有情调了 对 你要是喜欢 我也给你买 你还是折现给我 有兵 我看你也累了 你赶紧瞇一会儿吧 我们俩看 行 行 我瞇一会儿 先试困 我一会儿啊 哎呀 被子要盖着吧 没事 妈 就滚了 我希望你一会儿 你都回北 生疾 妈 生疾 妈 妈 也是从年轻过来的 我真的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我也能理解 你现在的做法 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不顾一切 其实妈妈年轻的时候 和你爸爸也是这样 我也是顶着家庭很大的压力 拼死拼活地 要跟你爸爸在一起 你爸爸 年轻 又帅 也很有才气 她在外头游了人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背不住小姑娘伤不胖 所以我们离婚 秦秦 就这一点 妈妈觉得你找有病 是考虑的 你看看 她又难看 又没钱 你说谁找她呀 这一点你是安全的 妈是放心的 妈 但是秦秦 你想过没有 凭见父亲白日哀呀 妈妈我和你爸爸 年轻的时候 也是苦日子过过来的 我知道 一个钱 对一个家庭来说 有多么地重要 你说我苦怕了也好 你说我什么都可以 我就想着 我的姑娘 一定要过 不愁吃不愁穿的生活 你觉得我就那么看重钱吗 钱对我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我就买几件衣服 弄点化妆品 我能花多少钱 我是想让你过好日子 我每次看到你跟幽冰 这个样子 说心里话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我只是不知道 我该怎么劝你 所以我 凭着命地 跟你们俩呢 我闹的目的 就是想把你们两个拆散 但是你觉得 你以为妈妈 就诚心地想闹你们吗 你爱上一个人容易吗 所以我每次跟你们闹完 我也就觉着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我吗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我有时候又想着 有情人应该重成全数 但有时候我又想着 凭借夫妻拜日安呀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好了 我这次生病啊 我又有个想法 你说有钱有什么用 有钱没人 又有什么用 所以我觉得 有病 真的也是挺好的 你怎么不说话啊 今天真是挺有感触的 真是误会我妈了 总觉得钻前眼里去了 非得搓和我跟大刘 今天听了说完才知道 其实 我妈真正疼我的 你这不是废话吗 咱妈的不疼闺女疼谁啊 疼威士忌啊 别绕着玩骂人啊 哎呀 你妈说得对 这个世界上啊 没有十全十美的 哦 还得要钱 还得要感情深 很难啊 钱和情 我也没多想要啊 对我而言 钱不是那么重要 关键要人好 我人就挺好 脸皮还真好 人的幽默 我人就幽默 长得幽默不算啊 行了 逗你玩呢 你吧 人真挺好的 跟我想的那还挂点钩呢 我几十挂钩啊 也算打菜没球那种吧 整体来说不太对劲 我也替捐 我